若而不為的話就要退下來 是不是有點暗指權的柯文書 但現在有些時事也若有相符 不過這是我一向對同僚或年輕的朋友們 一向的一個就跟他們交換心得的時候 在人生的道路我一向予以這樣的建議 所以沒有再起社科文書 沒有 我沒有 這是我完全 這我已經講了好幾十年的一個 自己的人生的哲學的一環境 對自己做這樣的一個監督 我想這是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講這個話也是我自己覺得很有道理 每一個人當然在開始的時候 一定是會用論理強衝 拿自己的知名路打開來 打開了之後得到信用一定的信用度 如果還維持這樣 那社會每個人都這樣社會大亂 所以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那就應該要能夠沉穩 走向不怒而為的路 否則沒有辦法達到那種境界 那就久了以後反而變成社會的亂源 副長你今天這個發表新書 下午黃珊珊也要新書發表會 那被解讀說你們是在互別苗頭 你怎麼看 沒有 我說是時序剛好 沒有互別苗頭 好 謝謝 有時候有說陳佩琪好像眼光小愛 會把別人眼看起來 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對 就好像她講說 就是說自己大家說 人家自己心有所思 這個言語就會整露出來啦 不過我覺得我剛才講過 大家在這裡面還是要心胸 大家都要放大一點 然後做公平的競爭 那順利有一個最好的選擇 三生過在柯文哲的意義之下 這麼快幫我們再做公平 這東西是一種觀察啦 我大概不是說論斷 而是在這樣的一個觀察裡面 有這樣的一個隱憂 有人說你的參選是英希在布局 想要未來進駐市府 你怎麼看 沒有 當然就是 在任何 如果我們有幸能夠當選到市政府 那當然是唯優秀的人才適用 吸引衛充